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工作室机身男明星热度排名前列,肖战带着工作室一起飞。 2022年男明星热度综合排名榜出炉了。 该榜前列的都是国内当红男艺人,也都不足为奇。 但是大家非常疑惑的是,肖战工作室也赫然在榜是什么情况? 并且热度竟然是位居高位。 有网友质疑说这不是22年男明星热度综合排名吗? 看到第八是肖战的工作室,真是有点看门了。 肖战的工作室什么时候变成男明星了? 这热度还超过了这么多流量明星,真是太牛了。 那些营销号老是说谁超过了肖战,谁成为下一个肖战? 建议以后改成说谁超过了肖战的工作室才能成为下一个肖战。 有不明情况的说,肖战工作室是不是要成团出道了? 还是有新人培养? 一个工作室而已。 热度超过一众当红艺人,这个情况也是很有深意啊。 还有的说,这个榜单因为工作室位列其中,怎么就感觉有些搞笑? 作为肖战的粉丝来说,倒也觉得不足为奇。 肖战一人拖起大飞机的情况也不止一次了。 有人评论肖战参演的影视剧说,只要对手演员不拉胯。 肖战都可以一人拖起大飞机,肖战的热度可以带着一众配角起飞。 肖战作为工作室的老板,工作室发布的内容也。 都是肖战的相关内容,也相当于肖战的另一个小分身。 但是在没有任何号召打头,没有任何营销手段下。 正常运行的情况下,工作室的真实热度确实让人叹为观止。 作为国内的断层顶流,肖战罢榜三年多,至今无人能够超越。 已经堪称娱乐的一个奇迹,但是连他的工作室,也被他带着起飞也就肖战独此一家了。 正因如此,也能充分验证肖战一起绝尘的热度。 仍旧是目前为止让很多新人望尘莫及的存在。 相信随着好聚的播出,新人的崛起还会有更多营销出来的下一个肖战机身其中。 那就请大家多努力,先把肖战工作室超越了再说。 只有超越了肖战工作室才有希望超越肖战,成为下一个肖战不适。